4 千辛四下象徵肠道疾病的气球 新北市卫生局举办感恩父亲月 推动筛检何处逼健康加霸力活动 鼓励民众筛检大肠癌 我们发现大肠癌发生率是占所有癌症的第一名 癌症死亡的大肠癌死亡率是我们的第三名 我们大肠癌筛检出来以后 大部分的民众有异常的状况都是在我们的零期 那这个部分跟我们后续治疗跟存活率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由于癌症高居国人死因之首 去年死于癌症的国人就有4万6千多人 随着罹患率不断上升 耗发年龄层也有下降趋势 一时呼吁除了透过癌症筛检 医师习惯也很重要 如果是常常吃青菜蔬菜 它有助于它的排便 其实会机会就会比较小 跟饮食应该会有关系 除了这个之外就是男性 男性的耗发率也比较高 那再来就是有一些家族性 医师强调大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 所以一般人常会轻忽 不知不觉疾病已经找上门 提醒您最好养成筛检习惯 免得错失早期发现的机会 安类新闻成绿 廖俊潮 新北报道 接着要求读舍 凡换 我设论